哈喽,各位小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来教大家用LaLaI跟PianoTransgression这两个应用 来快速的制作钢琴谱的HUB 首先我们要打开LaLaI它的网站 然后把要POP的音频文件拖进去 这个网站现在几乎是要给钱才能用 虽然你免费也能用5分钟 但是它不让你下载,只能让你试听 好,现在已经上转好了 它的预览已经出来了 这个时候我们点处理怎么打乱 等待它处理完 处理完之后,下载钢琴的完整版本 下载好之后,我们打开第二个网站 PianoTransgression这个 然后点击中间这个三角 开始 稍等一会它就会弹出这个选择文件的按钮 选择我们刚才用LaLaI分割好的 钢琴这个文件 然后它就会自动开始处理 然后它就会自动开始处理 好,现在这个MIDI文件已经下载好了 我们打开Logic Pro 建立一个新的工程文件 把刚才做好的两个文件拖进来 放在同一个起始位置 这里一定要精确的放在同一个起始位置 不然等一下对轨会出现问题 好,现在我们来试听一下 现在这个状态的MIDI当然是不能直接用的 可以看到里面有很多不需要的音符 我会在之后的视频里解说一下 怎样去除掉这些不需要的音符 我先把不需要的轨道给删除掉 然后选择这个音频文件 点SmartTempo 点解析 这里是日文版 但是其他语言版本应该是同一个位置 好,稍等一会 这个BPM就已经解析出来了 可以看到是98 把我一般选择乘2到100多左右 然后选择 应用到整个项目 同时要勾选这个选项 一定要勾选 这个时候呢 这个MIDI的BPM 就已经从120 变成和歌曲一样的速度了 但是我发现 这个196有点太快了 还是 刚才的98比较好 没关系 这里可以撤销 然后回到刚才的步骤 将没有乘2的BPM 应用到整个工程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效果 可以看到小接和Pi已经对好了 你不想预测 他送你 我还要带你 这个事情 我先带你 你不想带你